中华民国观光局局长谢卫军率领台湾观光推广团 在纽约举办推广的活动 强烈促销台湾最新的旅游行程 同时现场台湾还有北美旅游业者交流热烈 期望吸引更多的北美游客来到台湾旅游 来到纽约这个目的最主要就是说 一方面介绍台湾的新的产品之外 这个新的产品包含温泉的 包含自行车 包含台湾好行 包含台湾观光年龄 包含台湾旅游网 还有旅行台湾就是现在的一个APP的一个机制 这个旅行台湾的四大法宝来推荐 那么我们也推荐这个十大观光小镇 跟这个国际光点等等的 我们希望这个这样的一个旅游包装 能够针对这个美国人主流市场 还有发展市场能够来量身定做 能够来让这个美国市场更为成长 我们预计现在每年大概增加一百万的观光客 到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是六百三十万人吧 预计到2016年可以达到一千万 但这是一个比较具有野心的目标啦 那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就要有一些积极的作为 我想他这次到我们美国来呢 也是就希望能够借着大家的团 这些团的各个成员 来把台湾的美台湾的好山好水啊 还有我们的人文的这些景观啊 或者是优质的文化呢 能够介绍给北美的一般的大众啊 成员们拿着台湾观光的标语一起造势宣传 谢卫军表示今年的观光局呢 结合了宗教节庆 民俗文化 体育赛事等42个代表性的活动 搭配自然风光还有美食等旅游行程 欢迎侨胞还有美国人来台湾玩透透 同时呢现场还安排了台湾知名的采风乐方的表演 把台湾的美声还有热情传递到北美去